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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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老師很開心今天 你來擔任特殊需求學生 價值科學營的課程的講師 是不是請靳老師 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AB兩組學生的差異 那基本上在B組的學生 因為我們有做一些齒規的繪圖等等的 我們就會發現到 它的一些基本能力 可能比較弱一點 甚至我們提供了一些輔助的方式 它在畫直線的部分 它可能也都畫得很亂 除了繪製的能力之外 它動手做的能力 普遍也會比較弱一點 包括它的速度也會比較慢一點 那到了後半階段上A組的部分 我們就發現到很多小朋友 它甚至連自己用齒規就可以畫得很棒 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 那當然在這個不同的一個能力的差異之下 我們在做一個科學的教學活動過程當中 可能就要做適度的一個內種的一個調整 跟進度就是所謂的速度的一個調整 那因為要配合它的一個基本能力的操作 我們就會在B組的時候就會把它放慢一點 還好的是因為B組的小朋友比較少 所以在整個時間的拖延上就不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那到了A組因為學生數比較多 不過因為他們的基本操作能力是比較優的 所以整體上的時間分配就比較OK 那另外就是談到特殊的學生跟一般學生 他在操作的一個差異上 老師今天在A組的部分 發現他跟一般的學生在上科學活動 基本上好像沒有很大的不同 可能只有少數一些特殊障礙的類別 產生一些心虛困擾或是一些影響之外 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實今天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讓我很感動的是真的有好幾個小朋友 他自己用尺規畫得好精準 那普遍上常規的部分 今天有幾組大部分也都狀況都還不錯 那當然在教學活動的調整 我今天課程上原來本來規劃可能要做兩隻平衡鳥的 但是發現到可能還在製作上速度上就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並沒有因為說我的目標要做兩隻 所以就敷衍帶過 我們還是回歸到原點 希望他自己做的一隻平衡鳥 他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第一節的是做紫螺旋 紫螺旋像我在A組 他就有小朋友做的第二隻第三隻 那在B組他們做第二隻可能就感覺到有點困難 所以可能就會針對學生他 包括他的能力啊 他的進度的部分 在課程上做一些時間的調整 這是我今天上完課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謝謝 謝謝 今天老師跟我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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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